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住店警员半年后才被院方面职 台北故宫博物院管表示 该警员2021年3月13日撬班吸毒 于今年医院院方已资遣该警员 然而有前同时爆料 台北故宫博物院管理松散 该名涉嫌吸毒的住警人员 已经是第二次被抓到 第一次疑似被台北故宫博物院给压下来 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示 2021年3月13日 该持有毒品的住警人员 遇到临界神色慌张 因此遭警察拦查 警察在机车上查获一包安非他命 由于当时真讯不公开 因此依善离职守部分先行处理 有一名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担任住警的前同事也爆料 该名男子曾经吸毒被院方抓到 但只是台北故宫博物院 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 而台北故宫博物院却用资遣的方式 要男子离职 因此男子还可以领到资遣费 另外他还表示 台北故宫博物院内部管理松散 驻卫警长在沙发上 于上班时间打瞌睡 还有提前签巡逻单 没有按时执勤 因此才认为会有衰破珍宝 藏品图片外泻 住警吸毒等事情发生 好 打砸 梅